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那么台北股市呢 在做一个震荡的拉回的休息整理 那这个记者基本上已经跟各位提醒过了 这一波指数拉到什么位置 可能会先整理震荡 那之前在节目中都已经先跟各位做一个 预先的先告知 那你最看 当你看到指数来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这两天开始整理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什么意外的 那意外的 一样等待台积电再度的转强 指数就上去了 那就是一个 它完全就是依赖台积电的一个行情 但是在这个格局之下呢 你必须知道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一波是走AI的一个题材概念 那AI 那台湾就是台积电了 所以AI带着这个台积电上来 那台积电呢 又带了许许多多科技股 把它们一个一个 把它叫醒了 一个一个把它拉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有道理 涨得有道理的行情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指标当然就是以AI的首选 第一 指名就是台积电的 台积电休息 大盘就整体休息 那外资的一个买盘 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美元还是维持一个 目前来看是有稍微转强 那如果还是维持一个短线 这边看起来好像有迹象 慢慢转强的话 那其实外资短线或许 我不能说它可能会调节 那至少它可能买盘会稍微的趋缓 或者是缩手 那对指数当然就会造成一个 所谓的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 但是它不见得会造成指数的重挫 因为整个市场它也存在了一些题材 事实上是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贵买指数 今天还是相对的维持抗跌 因为中小型个股 因为内支它是活跃的 它是活跃的在这个市场里面 持续的偏多看待 所以AI延伸出去的科技股 或者是我们讲的军工 其实也都没有结束 然后像除能等等 其实也没有结束 然后另外延伸到观光类的 今天又转强 所以它整个行情在轮动过程中 它没有失去任何一个 它没有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 你说很大缺陷 没有 那既然如此的话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格局在轮动 那所以你要操作个股过程中 你要有本事去看到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族群 或者是个股 好像有出现一些蛛丝马迹 好像要启动了 我说做股票就是要提前先去看到 它准备要启动了 起涨了 要先看到那个迹象 而不是一直都去看那个当天最强的 你今天会看我讲什么 你今天一定是看到很多电视上的媒体的分析师等等 跟你谈论什么 谈记忆体 D-RUN 记忆体 这一类记忆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模组 今天很多模组场强势大涨 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跟讲 威一刚 品安 商城 这一类的就是我讲 就是我每天告诉各位 我说一个分析团队 那你最早最早你是从研究员出生呢 还是从交易员出生 你看节目你就看得出来了 那今天会跟你谈今天强势股的这些分析师 那代表他们就是从研究员出生的 那研究员出生的分析团队 分析师今天就跟你谈今天强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往往就是我给你讲的 谁强了 谁大涨了 就从他们最熟悉的产业面去找寻 强的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问题是都已经变强了 都大涨了 那你才跟我说他很棒 要不然我们这样看 今天的威刚很强势嘛 对不对 今天威刚很强势 早盘还亮灯涨停 可是问题是他是今天才涨吗 你有没有发现他从70块涨到今天90块了 那因为今天亮灯涨停了 所以今天拿来跟你报告 第一论记忆体模组 你觉得风险高还是低 从这里就一路到这里 那现在大涨了 我再拿研究报告来跟你解读 为什么他们好 其实记忆体模组场 它本来就这一波上来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看他们 看他们所公布的记报 他们所公布的记报 你从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库存 存货 你从他的资产负代表里面 你看得到低润模组场 对记忆体有兴趣 你应该确实就是要针对低润模组 记忆体模组 而不是所谓的单纯的低润个股 像美光这类的 我跟你讲 你这类个股你不要去碰 他们会比低润模组场 再晚个一到两季 才会真正落底 所谓的一个基本面落底 那低润模组 或者这类记忆体模组呢 他们会 他们已经提前落底了 你从他最近公布的一个记报的 资产负代表里面 你看得出来 他们已经消化库存了 所以他们会怎么涨 是有道理的 OK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 不是今天才发生 所以股价已经先涨了 你懂的意思吗 那如果我今天涨了 涨停了 我再跟你报告 刚刚以上的那些基本面题材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今天大涨涨停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如果我是你的会员 你今天会带我去追群 追这个威刚吗 还是带我去追平安 追涨停吗 所以我说 一个交易员出身的分析师团队 他不会在今天跟你解读 威刚为什么涨停怎么样怎么样的 如果你要我解读 我该解读跟你听 我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说交易员 我们不能 我也不是自己在吹捧了 就是说交易员往往会比研究员 强势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不只是你们知道东西 我们也知道 你知道基本面 你知道产业面 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们比你强的是 我们会买在对的timing 那什么叫对的timing 这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你要抓那个对的timing 你就要抓那个数据 一档股票准备要上去起涨 转折启动 钱会有机可循 那有机可循 到底是什么有机可循 那个迹象是什么 那个征兆是什么 或许你有你的一套的操盘做法 对不对 但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从交易员座上来到现在分析师 带着客户做交易 我看的是什么 是什么数据 我看的是盘中的交易的 我不能透露 在交易的 的撮合的细节里面的 某一项的数据 我们会把它抓出来 然后套上我们给他的公式 算出来的集中度 那这个就是我 你看我每每都 你看现在刚好又是时序 又进入到五月底了 四月底的时候 四月底的时候 我跟你提醒 你先来 那买进的这档标的 就是进入五月之后的第一档要起涨的 那你看我们就拿实际的交易来跟你解析 什么叫做数据交易 什么叫交易员 我们为什么强 我们不能够等到股票大涨才去解读 那是没有用的 四月底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有一档标的代号六开头 数据已经先看到了 那股价耳后会上去 所以呢 我邀请各位一起共创双银一起来布局 我们一起来赚钱 我说如果你资金不是很多的没关系 最起码怎么样 你一百万以内资金来买这一档 一百万以内资金去买这档标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你放心的操作 那为什么我说不会有问题 你放心的操作 因为我说过了 好到五月四号 他启动涨停 他启动涨停 那你要跟我说 他涨停的原因是什么吗 你要跟我报告基本面吗 那不就好像今天在跟我报告 记忆体模组场的基本面 是一样的概念吗 对不对 你漫了好几步了嘛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不是等到股价上来才去解读他嘛 你要他的股价要上去前 有看到什么征兆的时候 你要跟我讲嘛 那我们才能够提前去买嘛 所以我们的数据 他告诉我的 0.29 0.84 1.12出现之后 进入空窗期 空窗期之后再一次出现数据的时候 已经进入四月底了 所以我提醒你各位 所以我到四月底的时候 我提醒你什么 注意这个标的 我认为他会在什么 他会是我们五月的第一档标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时序已经进入四月底了 准备进入五月的 那你说他难道不是五月第一档吗 所以我跟你讲 任何一件事情 有我的原因跟理由 我们不能乱讲的 你没有这档标的 你跟我说 他会是第一档标的 你不能这样乱讲 那你为什么提前预告 要求大家一起来布局 因为数据看得到嘛 你看到了嘛 确定数据集中度已经出来了嘛 就上来了 所以进入五月份 他就开始上去 开始向上推 向上推大涨 那台面上 台面上又很多分析是怎么样 看到喷上去了 又给你解读 明达一如何如何 那你这讲明达一如何如何 那不就刚好就是我讲的吗 研究员就是这样嘛 有没有 我看到股票上去了 我再拿基本面去告诉你 为什么他可以涨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还没有涨之前 你不会去买嘛 你们往往都是看到他强了 去解读他为什么强 然后再去在教会员去追嘛 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 你看差多少 我们交易员买在什么位置 你们研究员的 出身的分析师买在什么位置 而这些研究 你说那我怎么去分辨 谁是研究员出身 谁是交易员出身 我每天都提醒你啊 台面上这么多节目 你每天仔细去看 你会发现 十个有九个讲同样的内容 什么叫同样的内容 当时的强势股 他会讲基本面 他有多好 所以最后他告诉你 他们大赚 但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讲 他们在什么位置买的 那为什么在那个位置买 都要交代 因为这个后半段牵扯到 你的实际的交易 你不能够只告诉我 那个标的有多好 你在讲产业 可是你却没有告诉我 那个标的 你怎么交易的 因为我今天报名了 我是要跟你做交易 不是听你跟我报告 基本面 那所以像今天 你要去怎么判断 今天很多人跟你讲到 讲到记忆体 模组厂的这些的分析师 就是属于研究员出身的 看到强了 那我今天跟你报告 他为什么强 那你看从节目 从开始到结束 看完之后 你发现他跟你报告 都是今天强势的股票 听完咯 那你得到什么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在哪里买 哪一天买 那为什么在那一天买 你懂吗 你可以跟我说 你在哪一天买 但是我想要知道 是你为什么在那一天买 你何以判定 那一天买了之后赚钱 这叫做交易 你绝对听不到这个内容 所以交易员跟研究员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抓的是timing 研究员是看到上去的抓强势股 去解读为什么强 所以你们永远买在强的转强之后 而我们是在准备转强前 我先买 所以你看四月底跟你预告 预告的五月第一档 那现在时序是不是进入的五月底 今天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明天就六月开始了 那你知道六月哪一档 会先喷上去吗 随时爆发 我们已经在通知了 所以我说可能明天 或者是后天 我觉得啦 我自己看 我觉得应该是 这礼拜绝对会启动 所以其实我这两天 我已经先提醒你的 有没有 我已经先做好制考邀请各位 我说我要让你知道的是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那我让你知道 那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会是什么 六月份的第一档要起涨的 那代表它现在还没有真的起涨 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不是今天强势的吗 对 你懂意思吗 你今天去买的 强势的 今天强势的 不会是我的六月第一档 因为我们是买在它转强之前 所以我才邀请各位 一样啊 四月底我跟你说 五月第一档你要跟上 那有跟上的 一档股票就赚多少 你看哦 有跟上的哦 一档就一百万就好了 赚多少 赚超过三十五万 密书回报有人赚超过三十五万 就一档 那这三十五万 不是说他花两百万去买 三百万去买 不是 就是一百万以内的资金去买一档标的赚三十五万 就一档股票 那同样现在呢 现在你要买的是什么 六月的第一档 过两天有 我认为应该是这礼拜 我认为啦 这礼拜五之前它要发动 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天已经密书 其实电话陆陆续续在 某一个价位的区块里面 陆陆续续的请大家 一个一个一个的通知 慢慢先买了 我跟你报告啦 股票就是这样子 是一个一个 我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的先买 股票不是什么 不是我怕买不到 赶快去追啊 赶快每天 大家一起去追 追涨停 不是这样做的 起涨前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一个一个慢慢来通知 在什么价位区块里面 是我们要布局的区块 大家都大家都陆陆续续 做好准备动作 这样才是赚钱的做法 交易员是这样做股票的 不是跟大家 像今天一窝蜂去抢什么 记忆体的想什么的 我就是觉得那个就 不是操作逻辑啦 获利不是这样做 要赚钱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今天邀请各位 其实我这两天先邀请你了 我们这两天在做什么 秘书在通知什么 他就是六月份要启动的 已经在陆续进场了 所以我认为这礼拜 基本上应该会先上去了 所以你要赶快了 那还没有电话通知 还没有得到电话通知的 要同步买进的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 我说这两天已经开始接受预约了 观众朋友 如果要预约 要请秘书电话通知 你买进这两标的的 请你要赶快了 今天电话就赶快先拨通 今天电话就先拨通 快的话可能明天就上去了 我认为这礼拜绝对要启动 以我来看就是这么回事 那细节我不能讲为什么 我以为我来看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陆续在买了 OK 那还没有得到电话通知的 想要预约这两标的的 请你今天务必 电话先拨通 那等一下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聊股票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一整个五月份 我就说你就稳着你稳稳的做 稳稳的做就好 每一次每一档标的都可以提前 先做好准备动作 因为你看数据交易 懂吗 因为这数据交易 所以你都可以提前先做好准备动作 看到数据之后 开始准备 进入空窗期之后 开始做布局动作 就上去了 人家这样一百万就赚三十几万 就是五月第一档明达一 然后第二档呢 一样 我有一个预告 反正操作不能凭感觉 数据在先股价在后 我跟你讲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如此 这个标的要涨了 那一样秘书会亲自电话通知 秘书会电话通知 就上去了 涨停 一云股 数据我再给你公开了 集中度 所以我说你从盘中的交易的数据里面 我们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丢到套路我们所给他的公式之后呢 所算出来的集中度 所以当正常来讲的话 集中度没有上来的时候 维持零的时候呢 你都根本不用理他 当集中度出现起伏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问题了 差不多准备找机会了 有没有 找机会了 就这样上去了 有人这两个票赚了将近30万 你会发现 你怎么买都买在什么 要起涨的时候 你怎么买都买在什么 买在他还不强 那台面上没有人在介绍的时候 你却得到电话 秘书电话通知说 请你某某先生某某太太 先买进 在什么价位 哪一档在什么价位 我们可以先去买了 你是这样的 你是得到这样的操作 然后布局好了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 慢慢的看到股票上去了 你获利了 这个才是真正 我讲过 你真正的交易 是这样这么回事 真正讲获利的交易 不是那个 我今天谁强 你就看到老师在节目中 跟你讲 今天什么族群很强 为什么他们很强 怎么样怎么样的 讲完之后呢 那你们有没有买 如果你说你们有买 你们在哪里买 你说你在哪里买 那为什么在那里买 你要交代 不会有人跟你交代这件事情的 你懂吗 所以没有人跟你谈交易 可是偏偏你们报名录会之后 你们是要什么 你们是要得到交易的讯息资讯 那却不谈交易 那就很奇怪了 难怪你报名之后 你通通不满意 对不对 我今天报名 我不是要听你跟节目上一样 每天给我报告基本面题材 我是要跟你 我是要你跟我讲 现在可以买哪一档 而后它会涨上去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那个叫交易 再来呢 五月份 这个股票也要上去了 看到数据 看到数据 你就准备做动作了嘛 而后股价上去 你就赚钱了 三四八三立志 四月二十九号 四月二十号 四月二十一号 股票向下杀 数据都跑出来了 那向下杀数据跑出来 进入空窗期之后 再来一次 你就知道了嘛 你该做动作了 因为你要赚钱了 对不对 是不是都一样 又赚了超过二十万 一百万又赚超过二十万 所以不要想 我常常遇到的客户 他们会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什么呢 就是说 他认为老师 我的资金不是很多 那有时候不好开口 其实我跟你讲 你有多少资金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赚是你自己在赚钱 不是我赚 你赚的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只要照着 我给你的建议 密书电话通知你做的动作 去做就好了 你有一千万也不是我的 你只有八十万 也不是我的 所以你不需要说 因为你资金多寡 是觉得有时候资金少 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 不需要 照着做就好 来这边就是照着做 等电话通知 照着做就好 那我刚才举例 为什么我举例一百万以内 因为我就告诉各位了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在我们这边 大部分很多啦 都是一百万上下资金 所以我是以大部分人的资金部位 我告诉你 他们可以得到多少 我不能拿一个说资金 资金很多的 我们身边的几个大客户 然后跟你说 你看人家这场股票买了五百万 买了六百万 赚了多少 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我拿大部分 我们的客户资金在一百万以内的 一百万上下的 他们可以赚多少 那个跟你就有直接关系 我要让你了解是 这样做 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获利 那后来呢 换这个标的 母亲结果后 这个股票会拉一下哦 要注意哦 母亲结果过后了 他上来了 休息一个半月之后呢 他上来了 为什么 很多事情啊 都是有征兆的 有没有 看到数据了 确定了 才会投放资金 看数据做交易 那再来呢 红木 这根涨连上去 数据在4月14号出现 14号开始之后 连续5天出现数据 这跟长黑一样 4月24号长黑照样给你1.4 进入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 大概两个礼拜多的时间 再一次出现数据 不要放过他 该出手就要出手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 一切是什么 看数据 有凭有据的 就这样上去了 你今天不能跟我说 红木大涨 涨停了 所以呢 就拿来给你介绍红木 那你介绍完红木之后 请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买的 还有 那你说你那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买的 那好 我相信你了 那你可以 可不可以再让我知道 你为什么判断 在这里可以买吗 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做节目 是告诉你说 我们在这里买 哇 这看起来很厉害 对不对 那 你为什么在那里买 你总有个判断依据 告诉我说 在那一天 几月几号那一天 为什么人那一天可以买 你看到什么 或者你的操牌依据是什么 没有 那不变成说 你讲什么 我都要全面接受吗 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做节目 要讲得清清楚楚 交代 交代你的交易 那基本面 你说他为什么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他为什么好 是涨上去的过程中 来 这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看六根涨停 涨上去的过程中 他在反映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 并没有办法告诉我在这里 可以买 那为什么我到这里可以买 那是因为数据告诉我 可以买 这就是交易 所以我们一档股票 有人一百万而已 一百万而已 赚了超过七十万 赚了七十六万多 那这一群投资朋友 在这边继续交易 继续累积获利 那每一次交易的做法都一样 五月份还有什么 五月份就这样 一档一档做下来 有没有 这些资料我都留着 公准 这档股票是公准 然后呢 老朋友 有没有 时间有限 现在你要做的是 最新现在我们在买的这一档 因为我认为明后天 这两个礼拜之内 我认为要发动 所以如果要跟上的 同步买进的 请直接拨电话 秘书会电话通知你 赶快来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